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神奇的奶茶店 这是我人生中喝过的第一杯珍珠奶茶 是我青春期的白月光 位置就在五月广场的对面 天然轩 老板很任性 下午只开很短的一段时间 珍珠奶茶烧仙草 冰淇淋 一杯大杯珍珠奶茶 对啊 呈现日我们来 你有没有见到开门吗 未开开 我们已经固定什么时候开 固定7 12点钟 下午5点钟 现在开到几点 开到7点钟 噢 现在西米是最昂贵的 西米是最昂贵的 新品牌新芝加西米 下一次还有一种产品 有点像豆沙奶茶 豆沙奶茶 对啊 超好吃的 这杯奶茶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给大家推荐 因为它既不是用新鲜的奶 新鲜的茶 并且它很甜 虽然是这样子 但它依旧是我心目中的珍珠奶茶的白月光 一如既往的甜 一如既往的甜 甜过初恋 嗯 哇 我知道老板今天为什么要给我推荐西米了 果然像他说一样 今天西米煮的很亮 西米煮的就像珍珠一样Q弹 大家可以理解 这个就是白色的透明的珍珠 嗯 它们的珍珠 比市面上一般的珍珠更加要Q弹 几乎都有一点硬心 哇 但这个就是我青春期 刚接触到珍珠奶茶的味道 当初他们是开内衣店的 在内衣店里 就兼卖珍珠奶茶 当时全青州都没有卖珍珠奶茶的 他们家可能是青州第一家珍珠奶茶 我们去买奶茶 看到那么多内衣 记忆紧张 又幸福 哈哈 所以这杯奶茶 真的留有很多美好的回忆 跟很多女同学都去喝过 我觉得它的甜味跟以前一样甜 甚至减了一点糖了 但是它的奶茶粉可能放的比以前少了 没有钱那么浓 有没有觉得 最早我们喝的是2.5一杯 说的是二十几年前 98年99年的时候 哇 当时年轻觉得一点都不甜 觉得刚刚好 现在喝完半杯 我都觉得甜甜的喝不完 喝不完咯 现在是七块钱 相比外面 动不动就买十多块的奶茶 我还是情愿喝这个 如果你想了解 青州第一杯奶茶是什么味道 如果你想了解甜过初恋的味道 天然鲜 要一杯珍珠奶茶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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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